大家好,歡迎來到Jai Talk Dry Talk,我是小豆 我是小A,提起騙子,不知道你會想起什麼呢? 會不會覺得他們通常都是騙錢騙感情,所以對他們的印象很負面? 在美國就有一個男人,他一生之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靠冒充別人的身份去過 雖然同樣是騙局,但他就為人帶來很多貢獻 在他的身份被揭穿之後,那些被他騙的人甚至完全不敢相信這是一個騙局 到底這個男人是貪圖什麼呢?我們一起看看吧! 故事的主角Demara,1921年出生於馬薩珠塞州東北部的盧倫斯 他爸爸從事電影拍攝的工作,收入不錯 所以Demara小時候一家人住在盧倫斯的貴族區 不過這種舒適的生活不是維持了很久 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 Demara的爸爸因為欠債累累宣布破產 一家人被迫搬到平民區生活 生活環境的改變對Demara的打擊很大 他變得終日無所事事,不去好好讀書 後來有一次他成功在一間零食店 握到份量足夠分給全班同學的朱古力之後 他就對行片所帶來的快感念念不忘 自此之後他就越壓越多,越壓越大 1935年,14歲的Demara離家出走 他靠虛報自己的年齡加入了一間修道院 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受人敬仰的牧師 不過他性格輕浮急進,個人沒什麼耐性 又不喜歡遵守規矩 經常都令神職人員很頭痛 於是幾年之後他就被趕走 1941年,美國為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徵兵 當時19歲的Demara覺得做軍人會受人尊敬 於是就去了報名參軍 不過在軍隊裡面,他沒有好好鍛鍊自己 反而用各式各樣的手段逃避他不想做的事 例如為了不想排隊吃飯,他就掛著隊長的避障 一邊辦找人,一邊由隊尾向隊頭的方向走 直到走進飯堂之後,就若無其事地走到隊頭打尖 就是因為這種練精學冷的本事 Demara一整年的服役生涯都過得很輕鬆 不過在這個時候,他有嚴日子過得太悶 加上他覺得再這樣流下去也不會有出頭 於是就靜靜地逃離軍隊 三天之後,美國因為珍珠港被襲而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需要大量人力應戰 於是軍隊積極展開追捕逃兵的行動 Demara怕自己被人抓到的話,會面臨嚴厲的懲罰 於是他盜用鄉下一個好朋友Anthony的身份加入海軍 不過這次他不想做一個普通的軍人 而是想試下做一個軍醫 很幸運他的申請獲得批准 而他也意外地發現自己對醫學的興趣 他很努力地學習,很快還被選為頒獎 無可否認Demara真的很厲害 雖然他沒有學歷 但憑著他超強的短期記憶 Demara竟然可以通過考試完成醫學院的基礎課程 不僅如此,他還申請繼續深操 希望最終可以成為醫科博士 不過可惜的是負責審批的軍官 發現Demara的學歷未達到高中程度 認為他沒有資格深操 於是他將Demara調回去做一個普通海軍 Demara很不滿,為了拿到深操資格 他盜用了一個醫生的名和學歷再次申請 這次他成功了 而且軍隊方面還因為他的學歷太出色 而想直接為他受涵 不過受涵前要接受背景審查 Demara知道自己一定過不了關 於是他唯有放棄 在一個晚上偷偷扮成自我了結 再一次逃離軍隊 既然軍隊不適合自己 Demara就打算不如回去熟悉的地方 於是他導用了一個心理學家Robert的身份 重新回到修道院生活 這次他不只想做一個受人敬仰的牧師那麼簡單 他的目標是想主持整個教區 Demara輾轉去過好幾間修道院生活 但急進的性格就令他處處碰壁 每次他不是到處罵事 就是過分干預修道院的事 令別人對他的身份產生懷疑 繼而查出他的假身份 令他不得不離開修道院 有一次他被教會派到芝加哥德保羅大學 進修哲學和倫理學 而Demara亦很順利地以優秀的成績畢業 本來以為讀完書回來 就可以直接成為高級成績人員 但誰知道原來現實不是那麼簡單 Demara還要通過一個又一個實習期 才可以得到一官半職 隨著時間的過去 他徹底地失去耐性 於是在一次與老師發生爭執之後 Demara在一氣之下又再離開修道院 Demara去到賓夕法尼亞州的伊利城 繼續用Robert的身份在一間天主教大學 金龍學院教心理學 雖然他沒有讀過心理學 但憑著他超強的記憶力和口才 他總是可以在課堂上 扮得好像真的懂得心理學 不僅如此 Demara還可以將沉悶的內容說得很生動有趣 令學生都很喜歡上他的課堂 除了教書之外 Demara有參與學校的行政事務 他親自設計了普通心理學、工藝心理學和病態心理學等課程 又在校長的支持下成立哲學院 並且自己擔任院長 不過得到這些成就之後 Demara依然不滿足 因為他不是想做院長那麼簡單 他還想成為一校之首 於是他向校長提議成立一個以教育年輕人為目標的附屬機構 還提議由自己擔任機構的領導人 而神奇的是校長也很支持他這個想法 甚至答應將金龍學院旁邊的空地提供給Demara作為機構的場地 不過Demara這個人實在太急進 在校長也未批付款給他的情況下 他就已經在十幾分鐘教部刊登廣告招收會員 又幫自己印卡片 將自己形容為 聖馬哈乾城協會會長 教會大學校長 修道院院長 他甚至用大量金錢重新裝修自己的辦公室 這個揮霍的行為就激怒了校長 他們鬧了一場打架之後 Demara就因為太生氣決定一走了之 之後Demara去過洛杉磯一間療養院做護理人員 又去了華盛頓的聖馬丁大學教心理學 他還跟當地的警長Frank做了朋友 不過好景不常 在這個時候聯邦調查局就查出Demara曾經做過逃兵 於是他們在1947年8月25日 就去到聖馬丁大學將Demara拘捕 Demara因此被判監6年 但他在服刑18個月後就因為表現良好被釋放出來 出獄後Demara曾經用自己真實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時間 不過這樣的生活實在太悶 於是他又再次盜用別人的身份 這次他扮成一個生物學家哈文 在馬薩珠塞州的醫院找到一份工作 同時他又在波士頓東北法律學校讀法律 希望成為一個律師 不過法律的課程對Demara來說真是太艱深 很快他就對完成學業失去了耐性 於是他直接為自己偽造博士的學歷 以假學歷申請去到緬恩州一間叫基督教教育兄弟會的基督教學院做法律顧問 而在他任期內更加幫學校通過審批升格成為一間大學 Demara投入了這麼多努力在這裡 她當然想成為學校的校長 但無奈的是學校的委員會最後都是拒絕了她這個請求 於是Demara在失望之下離開學校 後來這間學校也慢慢發展成今天的Walsh University Demara在基督教教育兄弟會工作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從加拿大來的醫生Joseph 當她聽到Joseph想在美國開診所的時候 她就主動提議可以幫對方申請在美國執業所需的文件 不過在過程中 她就偷偷地留下了Joseph的身份證明文件 和學歷副本以備不時之需 後來Demara離開了基督教教育兄弟會 當她知道加拿大皇家海軍需要軍醫的時候 她就用了Joseph的身份去申請 當時加拿大捲入朝鮮戰爭 軍隊醫護人手短缺 所以當他們看到Demara的經驗和學歷這麼豐富 就很快批准了她的加入 沒有認真地檢查過她的背景 一開始Demara被安排在一個軍事基地工作 那裡的病人多數只是生下皮疹 弄傷身體不適等 不會真的有生命危險 甚至可以說不用吃藥都會自己康復 Demara找了軍隊一個資深的醫生 以幫助加拿大偏遠地區的伐木工人為由 和她幫忙寫了一本簡單的醫學手冊 有了這本急救指南 再加上之前在美國軍隊學習過基本的醫療知識 Demara成功地應付基地的日常工作 她甚至試過在未學過用麻醉藥的情況下幫指揮官剝牙 1951年Demara被派到一手住宅在韓國海岸的驅逐艦工作 有一天他們在巡邏的時候發現一群受傷的軍人 當中有19人仍是生命受到威脅急需要做手術 Demara是艦上的軍醫 這個重任自然就落在她身上 不過問題就來了 Demara從來都未接受過正規的外科手術訓練 而且她之前都只是靠著有限的醫學知識蒙運過關 她又怎會有能力處理這麼嚴重的傷勢呢 於是她決定採用拖延的策略 她首先由最輕傷的軍人開始處理 希望那些傷勢嚴重的軍人會捱不住離世 不過現實往往都不會這麼如意 那群傷勢嚴重的軍人竟然全部都捱得住 在這個時候Demara突然找了一個藉口離開現場 她要去哪裡呢 是不是又好像之前那樣逃走呢 原來她這次不是逃走 而是衝了回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用極快的速度看了相關的醫學書本 然後就施施然地走回手術室 幫一個又一個軍人做手術 當中有一個還是開空手術來 在Demara的手術再加上大量抗生術的輔助下 所有軍人都神奇地康復過來 相信Demara都不敢相信 自己單憑幾本醫學書上的知識 就可以救回這麼多人的命 男長對她的表現非常滿意 親自寫報告要求上頭晉升Demara 而她這個這麼偉大的事跡都吸引了傳媒的報道 當事件在加拿大的報章上曝光之後 社會上下都為Demara出色的衣術感到驕傲 不過Joseph的媽媽看到報道之後就覺得很疑惑 為何一個兒子會在驅逐艦工作呢? 很快Demara冒充Joseph的消息就傳回驅逐艦 大家知道了之後都很震驚 Demara之前才救回這麼多軍人的命 她有什麼可能是冒充別人的身份呢? 不過震驚還震驚 Demara冒充他人身份始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而對加拿大來說 這個也是一個醜聞 為了淡化事件 他們最終都沒有起訴Demara 只是免除她的職務 和叫她回美國 看到美國之後Demara用回自己的真命生活 後來Live雜誌用了1.5萬美元的價錢買了她故事的報道權 故事曝光之後Demara變得很出名 但同時對她的生活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一方面她忍受不了平凡的生活 另一方面她接受不了大家看她的眼光 於是她開始淤酒 後來還消失在大眾之中 1955年Demara用Joseph的身份再次出現 她去了德克薩斯州做獄警 憑著與眾不同的管理手法 她將監獄管理得井井有條 還受到上司的賞識 打算晉升她做監獄長 不過就在一年之後 一個囚犯看到Live雜誌的文章認出Demara 為了避免被人抓到 她潛逃去棉欣州 她去到北克文島做老師 在那裡教授一班男童英文和拉丁文 她開朗的性格受到當地人的歡迎 但後來又有一個家長看到Live雜誌後認出Demara 她偷偷拿了Demara的指紋交給聯邦調查局 於是1957年Demara就在棉欣州北克文被捕 被法院判處六個月的刑期 Demara在出獄後終於不再度用別人的身份 她以自己的身份重新過生活 她出了一本傳記 又頻頻在電視節目上亮相 她又曾經參加遊戲節目 還嚇串過出現恐怖片 在1961年一套以她的故事作為背景的電影上映 到1967年她終於靠著自己的努力讀完一個課程 以真實身份在昂納江州一間宗教大學畢業 成為一個真正的牧師 Demara去到加州一間醫院做牧師 因為她個人經歷舊傳奇 而且性格開朗又同情深 所以很受病人的歡迎 Demara盡自己所能在醫院為病人服務 一直到1982年6月 她就因為心臟病和糖尿病病發症離開了這個世界 Demara曾經提過她到用別人身份的目的 純粹只是因為她個人無賴 她想得到聲望和名氣 但又不想靠實力一步一步地達成目的 無可否認Demara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雖然她學歷不高 但很多時她都可以在她的崗位上作出貢獻 那些被她騙過的人甚至對她讚好不絕 不過可惜的是她這一生花太多心機去過別人的生活 就算她得到什麼成就都好 她所有的光芒都被片子這個污名借蓋了 相信如果她當初可以好好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她得到的聲望和名氣都不會比現在少 喜歡我們的記得做齊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150AMB 留意著我們的最新資訊和我們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